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毛霸镇岔河村 龙伦曾两岁那年在火堂烤火石 火堂上煮沸的开水倾倒 水蒸气瞬间毁了他的脸 脸被毁容 但并没有影响他以后的学习和工作 龙伦曾说 从小就这样 也就觉得自己和别人没有不一样 从小学到大学 龙伦曾的成绩在班里都是拔尖的 大学毕业后龙伦曾返乡创业 养鸡、做电商 开垢荒废的千亩茶园 岔河村种茶制茶历史悠久 但后来上千亩茶园荒废了 龙伦曾流转村民的废弃茶园 一亩一年流转费500元 龙伦曾已开垢出300亩茶园 并一次付了5年的流转费 生产的复稀利茶检测结果 令人欣喜是符合欧盟标准的玲珑残茶叶 龙伦曾还补种了不少茶苗 龙伦曾还要动员村民把还开垢出来的茶园开垢出来 让家乡的千亩茶园重换生机 它的茶园采用的是生态种植 用太阳能杀虫灯、色板、引进植物等方式除虫 适用有机饼肥并坚持人工除草 龙伦曾2014年刚回家创业 选择了零下养鸡 养鸡规模达到12,000只 年销售90多万元 但利润并不高 一年收入10来万 2016年龙伦曾开始做电商 在网上销售家乡的原生态农产品 光野生猕猴桃年销售额都在20多万元 龙伦曾说 30个盒庄野生猕猴桃就能卖60元 龙伦曾的茶山上有一处废弃的石头房 龙伦曾想把它改造成民宿 搞观光茶园 龙伦曾老家岔河村280户 有一半多是贫困户 龙伦曾通过流转废弃茶园 劳务用工解决了部分贫困户脱贫就业问题 每年龙伦曾请村民务工 就发出去四五十万元工资